台股新攻略代名掌握全世界大家好 我是屈林泰 導致朋友好久不見 事實上我一直想要告訴大家講說 我們大概有三個禮拜 沒有跟大家見面的 剛開始是家裡有事 最後才剛面臨到我們跟公司 因為我一向在同一個投顧 大概都做十年以上 在這個之前的投顧 老東家他對我還是很好的 但是因為做了十幾年了 總是長約要換的過程當中 就有一些意見存在了 所以我就換了一個新東家 沒關係啦 一樣這邊是簽長約 一樣在這邊要跟你 跟你好好的分析十幾年 分析到我退休啦 大家不用想這個問題 好我們先來看看 屈老師回來了 就以薪資再度支持 那我們不帶時間啊 投資朋友想說老師你之前看空 急什麼 我有跟你講條件了 我又不是死多頭死空頭啊 還記得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你先知道我們的節目 這個投顧是亨達投顧 電話在這邊 26538299 那歡迎投資朋友 你們可以隨時打電話進來 有任何疑慮都可以來問 好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投資朋友 你還是要加入我的LINE好友啊 官方好友 那你掃描一下 或者ID在這邊啊 也跟你以前的不一樣喔 那你現在加入我的好友的話 帶新的東西啊 就不會那麼死氣沉沉啊 其實我以前那個LINE啊 其實投資朋友 我是比較少跟大家 這個LINE而已啊 現在我會比較勤快一點 因為有些投資朋友 因為 我們三個禮拜 沒緊密的 我們三個多禮拜沒有見面的喔 你一定很想知道 現在行情來看 怎麼看喔 當然我等一下還是會提到 這裡一定是多頭 所以我們的標題叫做中藏多 中藏多 是可以輪動的 好不用急 我們馬上就去看喔 你先把我們的LINE ID先記一下喔 你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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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我們的LINE LINE8的話 我們馬上都有資料給你了 好我們趕快 我們趕快來看看 這個 這個 先看道琼 我說過這個道琼不重要 事實上全世界股市啊 特別你如果了解我都知道說 我們看股市的話都是看標普 但是道琼還是要看啊 這個事實上道琼已經接近 快要接近高點喔 他也算是喔 我這樣講這一波 行情就是AI啟動的 你也不用急 AI沒有做到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等一下談到這個 標普你就情況會更加的明朗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斯達克 納斯達克大家應該留意一下 納斯達克你要注意到 他這個 這個高點 你會注意到 今天也開始 昨天開始有點十字線了 這兩天最重要就是我們等一下標題就會出來了 叫做什麼 就是跟大家提到的 聯準會利率會議 那昨天呢 通膨第一預期 可是 核心通膨沒有變喔 沒有變還是蠻高的喔 那我今天晚上應該就不會升息 那 這一段時間 掌握國際股市的全部是 第一個你不會升息 那第二個呢 一定是跟什麼有關係 跟AI有關係 這個就有趣了喔 來不用急喔 來我們來看納斯達克 那漲蠻多的啦 漲蠻多的 我們明天再把納斯達克的周線 或者月線來跟大家講 事實上 他今年會不會中長多 不要忘了喔 4200點的標普一過 就是中多了 就是中長多了 那今年要變化不大 我們等一下解釋 重點在 在這個這個標普這裡喔 廢伴 廢伴漲最多啦 因為 AI嘛 不過我們現在最重點是我們要看下面這一個 好 那全世界都一樣 大家記得 全世界的 所有的分析機構法人分析都是標普 甚至他們幾乎不看廢伴 納斯達克是 是科技股的代表 但是標普啊 目前為止 全世界都認為 他只有漲到7檔股票 好 那漲到這裡呢 投資人有那個 華爾街也是 多空兩極啊 你看那個Michael Wilson 還是在看空 不過他有修正 他有修正 Michael Wilson有修正 修正到什麼樣的程度 待會我再跟大家講 好 那華爾街現在多空的論調 我們這裡幾個字都很清楚 多頭 多頭的這個 這個是 是AI的 這個股的啊 他們就 我講話 這次是AI嘛 好 AI 股漲上來 漲過大的話呢 那多頭來看的話 如果 我現在用手筆給你看 現在只有這7檔股票在這邊 那別的呢 在這邊 那 對於這個多頭來講的話 都來講的話 你說對 標普 標普這個 這個要補漲上來 那這樣才叫做完整的多頭 不然你只靠那7檔股票 就是微軟啊 蘋果那7檔股票再動的話 那你這個 這個 這個就缺一腳啊 7檔股票 493檔股票沒有動 甚至還跌 有的還破一年低點 這個 所以我有什麼說 我在這個 三個禮拜之前 比較看空的原因是因為 它不平衡 那多頭認為說沒有關係有AI可以拯救新的 新的這個科技產業可以拯救這個市場 這是可以認同的 可是你 漲到這裡你也要這些漲上來 這個多頭才完整 你不能只靠那 幾檔股票在動而已 所以多頭認為說你現在開始要漲這些補漲股 好注意聽喔 我們再來看 空頭的認知呢 空頭的認知呢 也是你看前面這一句都一樣喔 但是如果呢 漲幅過大的AI股下來或者整理的 那個補漲股應該要補漲上來的有沒有沒有漲反而跌 不漲反而跌 那就是空頭 這是很好理解的 我跟大家講你看美國股市 這一兩天對AI來講的話事實上很多股票都已經 漲幅有點溫吞了 都有一點溫吞了 待會我們來看就知道了 那所以我們我們認為說 這句話就代表 我們 但是投資朋友 我們就要說投資朋友都會跟我留言 投資朋友你給我留言沒問題喔 你說老師啊你被擋空 沒有啊 股票操作一定有對有錯 該手停損點就要手停損點 該翻多就要翻多 我一向的策略就這樣 我們再來做比較 你注意看喔 我為什麼畫這條線 我說過過了這裡 就應該翻多 好 那真的 確定過這裡的是這一根 所以2468 8個交易日前 正式應該翻多 可是投資朋友想過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這個理解 給大家理解看 我們就拿2382的這個大家最流行的 事實上有多少人能夠 做到他我不知道啦 你看2468在這附近 如果 投資朋友我跟大家講過 去林泰老師有盲點 我確實是有盲點 我說我一向都是看 標準普通500指數 我不會說標普過了4200還傻傻在那邊放空 沒有的是你這過程當中空單就陸續再回補 當然有的賺有的賠啦 但是要強調 我要跟大家提到說 你的操作模式就是跟國際股市的 這個模式來做的話 這是我盲點 我沒有辦法買在最低空在最高 這每一次都不會變的法則 但是呢 如果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看 這個廣達 你看2468 你就說 在這個地方 你說老師你這一段沒有做到 沒有辦法 我說過這是我的盲點 因為在這一段 在賞的這一段 我還在看什麼 我還在看標普 有沒有順利站上4200點 我說的跟我做的完全都一樣 三個禮拜之前我這麼講 三個禮拜之後 我還是要跟你這樣講 我不可能到今天 放空放空啊 什麼的 沒有的事 按照 教保來 教保來 好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如果我們再回過頭來 那一樣啊 我說過嘛 AI股漲幅最大 過大 那大家都 代表AI股會拉回 所以廣達有沒有機會拉回 有 廣達當然有機會拉回 所以廣達 廣達變得有溫吞啦 你看廣達變得比較溫吞在高檔了 待會我們講說我們買什麼股票 所以 就有 就我們剛才跟大家講的 輪漲的股票 AI輪漲的股票要上來 這個 AI在整理甚至拉回 輪漲的股票要上來 那我們是 傾向於 多頭格局 那這裡要跟大家講一個最重要的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 美國的空頭 要嘛 很離譜的說我們會崩盤那個 經濟大衰退 那個 今年都不太可能了 今年都不可能了 大家就不要想那麼多 那當然今天晚上聯準會的利率會議 還是很重要的 同學你注意聽喔 注意聽喔 那所以這兩點呢我們傾向是第一點 AI股漲幅過大 然後呢補漲股要漲上來 我再強調一次喔 補漲股不會漲 AI股 有些小型股 我們用一個舉例來跟大家講 一些小型股你要注意喔 那個都是碰轟的 我們今天兩檔股票好了 你看這個 3515 3515的 你看滑琴 那今天滑琴就不太對勁了 有沒有 後來還知道根本沒有賺什麼錢 我跟大家講 AI股為什麼大家認為說 華爾街認為說他應該要拉回 甚至會有泡沫疑慮 第一個 他們要撒很多錢 這最只有大型股喔 美國只有大型股 在動而已 沒有什麼小AI的啦 那個掛名叫AI的 那個都是來 如果你有看到新聞 都是故意啊 來沾邊的 那像這種的 這一次說 這個 這個 GPU的相關的這個顯卡有沒有 那漲一段 結果公佈財報很爛 因為你漲多的交易所 就會叫你公佈財報 你公佈很爛啊 你公佈很爛啊 你公佈很爛 答案就出來了 這個狀況你就要自己要了解說 這個說翻臉就翻臉 很多都是 沾邊的 我記得2008年之前 然後以前 十幾年前 大家都 這個太陽能 三金 你還記得嗎 核金加金 中美金 飆了一大坡 那飆了一大坡的太陽能 對不對 後來呢 連那個什麼食品類股啊 也說我們裝了一個太陽能熱水器 是不是 那我們也是太陽能概念股 多的是這種 美國現在對於那種 沾邊的 的那個 沾邊的AI 都不斷的被他們的 財經人士啊 機構法人非常瞧不起 裡面就有AI這張股票 AI這張股票 就真的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來騙錢的 我們看一下這張股票 就有這張股票 你看 他還漲很多 可是他幾乎 他在物聯網的時候 他的名字就叫.com 我們就什麼 那個英文的 網路的.com 什麼.com 他名字改 後面就改了.com 那這一次呢 C3有沒有後面就多一個 這改變加AI 都是來混的 很多東西都是假消息 包括我們跟大家提到台積電 台積電不是說中國大陸啊 這個美國啊 貿易啊 可能大家都最近 不知道我們注意到這個消息 美國啊 對於這個中國 讓晶片能夠 台灣啊 韓國能夠銷到中國 今天華為啊 董事特別出來聲明說 這個是 這個是假消息 但他提到的是高通 高通 要給我們晶片 這是假消息 假消息 這是最新的 我剛才上節目之前看到的 華為總知道吧 華為總 華為的 董事說的 這個高通的 這晶片要給我們 要給我們用的話 美國說 開放給我們用 這是假消息 假消息 好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回過頭來 標普 這裡漲上來 所以 現在什麼股票 有機會 我剛才說過 就這一句話 我們我們是第一個 不是第二個 我們是看多的 看多的 補漲股要漲上來 而這些補漲股 一定會 漲的 比你這一次還沒有賺到錢的 AI概念股 漲更多 請你不要再去追什麼伺服器了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 美國那些中小型股 都慢慢的下來了 好我們再看一下 那我們再繼續看 來 羅素2000 現在你看 羅素2000裡面 很大的一個成分股是什麼 神技股 羅素2000上來了 這個叫補漲股 所以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個有沒有 所以就是這一條 AI股漲過大 你不要去追 小型AI股也沒什麼意義 但是呢 如果補漲股啊 像這個有沒有 這個羅素2000 這不是很好 有個中小型股 不是開始去 是不是 注意喔 這比較重要 這個是叫中小型股 但是它裡面很多成分都在標普裡面 就叫做補漲股 好我們再來看喔 我們一個一個看 好 NBI生技指數 你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它開始動囉 事實上它早就慢慢在動了 大家有沒有聽過 注意喔 科技股如果拉回 生技股 因為多頭格局 生技股就有機會 拿上 上來 如果你是長期 我看我的投資朋友說 蘋果 蘋果昨天被降頻 因為大家認為 你的iPhone賣得不好 有一個機構反而開始降頻它 你說那個頭盔那個有沒有 VSIM PRO有沒有 那個 那個 明年以後的事啦 一個要賣到10萬塊台幣 你開啥玩笑 那個不要管它 你連iPhone都被看衰了嘛 好 那生技股是漲上來 所以蘋果在美國 在美國市場上 一般來講 就有跟NBI 跟生技指數有一點 顛倒 那 納斯達克裡面的成分股 裡面就是科技股跟生技股 所以 當開始科技納斯達克有一點小疑慮的時候 你看生技股昨天開始大漲 那你說老師是綠色的棒 沒有啦 他們的 這個 這個有些 指數啊 綠色是漲的 紅色是跌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 我們再往下看 那 鐵礦石 美國中小型股 鐵礦石 NBI 再來看看鐵礦石 好 投資朋友你知道嗎 我們等一下看到 巴菲特投資日本 日本的五大商社 沒有一檔是科技股 到今天都還在創歷史新高 最近這個日本股下最 最猛的是 軟銀 軟銀有沒有聽過 軟銀跟什麼 跟那個那個鋼鐵股今天都大漲 還有 整車的啦 賣整車的啦 那我們看 鐵礦石 早就擺脫底部了 中國大陸降準 沒有不是降準 降息啦 降息 好 黑天額 好為什麼有疑慮呢 同志朋友也有LINE我 包括我的會員朋友說 黑天額指數 156 你注意看這個是三年 三年新高 那去 前年應該說說去年叫前年 前年 全世界股市建高點的時候 它170級 那我說過黑天額指數本來就是 美國的空單很多 它的空 齊全空單很多 空單大於多單 讓它一直漲上 過了150就有 150點 這最最最最最156嘛 就會有風險 到這邊我們就說老師這個風險要講什麼時候 我跟你講現在你如果沒有看到一個第一個金融聯準的不升息會不會利多出進 利多出進 股市跌但是補償股會上來喔你要聽聽懂我講的那利多如果是利短線利多出進的話會點什麼 就是那些AI概念股 包括 包括你看 AI概念股的揮答 我們看一下揮答好了 沒關係啦 我們現在 這個 現在有個好處就是說 我的新東家這邊啊 恨打 就是恨打同顧啦 對我很好 所以這個設備都很齊全 我將來喔 自討會有四到五個節目 包括技術教學 包括一些 以前我們在什麼鼎泰風台股那種的啊 比較 比較國際 國際上的概念那些啊都會都會出現喔 那慢慢再規劃啦 我們今天 開廠牌第一天啊 事實上你看到我這邊跟大家講話事實上我都還有點小緊張 不是緊張 老師就興奮了 我已經三個禮拜不跟大家的記憶啦 當然我也知道投資朋友要鬆我說老師你看空 沒有 我沒有說我看空 但是我該翻多的時候是我的原則我是依照我的原則做的 但是這時候叫我讓你追廣達啦 偽創那些我反而建議你逢高賣 但是你等一下還有更好的 但是我們認為說市場上為什麼認為說可能會拉回 那這拉回不會是 如果是多頭就不會 不會跌那個那個沒有漲的股票不會嘛 一定是跌那個高檔的股票 那AI股票最容易拉回 AI 我跟大家講AI為什麼華爾街很多機構法還沒有看好 因為他們今年不會有實質獲利啦 現在講的都去年明年的事情啦 哎呀明年又漏漏等 網路泡沫的時候一溪之間就泡沫了 好吧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黑天鵝指數 黑天鵝指數在高點喔 還有忘了跟大家印那個 那個CNN有一個恐懼與貪婪指數 恐懼與貪婪你知道已經到了極度貪婪了 這都是前兩年啊 國際股市建高點拉回 之前的跡象 那老師老師你現在應該賭長空沒有那個道理啊因為 標普進入的技術性的熊牛市了 至於是不是牛市陷阱以後再說 但是目前為止 只要補漲股上來的話 那哪一些補漲股有機會 我們再來看喔 好 那 那 巴菲特投資的 包括川崎一堆的 我們就裡面找一檔比較特殊的日本玩紅 他就代表一些 第一個他是做什麼的 巴菲特五大商社 沒有一檔不要是科技股 全部是航運啦 大宗物資啦 金屬資源啦 貿易啦 甚至有部分跟金融有關係的 五大商社 天天創歷史新高 今天日本股市又大漲的啊 可是今天韓國股市為什麼跌 AI概念股全面都跌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科技股來講 日本的科技股也不怎麼樣 都漲這個啊 你看看就知道了嘛 還有鋼鐵股 我們再看一下 日本的鋼鐵股 有沒有 早就漲了啊 你看我們鋼鐵股不怎樣 那你回到我剛才講的鐵礦砂 對不對 不是也繼續漲了嗎 你倒倒一下 那個輪廓 就出現 那個輪廓就出現了 我再重複一次 我們看 這個這個這個標普今年我估計還有10%可以漲 可是他不會馬上漲 漲10%漲5天結束的話今年更慘 應該是標普適度的拉回 不漲股上來 兩個到達一個平衡點對不對 再攻這是多頭的架構 多頭也不相信說你只有靠那七檔股AI股 就喔 去到兵兵局 洗到沒了事情啦 你想就知道了 這最簡單的邏輯啦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那台股 我說AI股要漲多拉了 可是補償股 你不要小看補償股 我們來看一檔股票 叫長榮 叫長榮 那全球基本面最佳的海運股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這個 如果是機構法人 他要詮釋 假設他決定要買 我們 明天跟大家講VDI等等那一些 我們今天先簡單講 講了因為 興奮的心情還在我這邊跳動當中 哈哈 導主朋友跟你講 如果你現在手上有長榮的話 請你趕快加入 來 這邊有LINE 我們這邊有LINE 我們LINE的這個 這邊會有LINE 你注意看我們的LINE 好 補償股 記得喔 跟大家講補償股喔 先講長榮 那長榮我是在什麼時候買 來 我講過嘛 我們剛才講過了這個這個之前講過標普啊 往前推八天嘛 那這八天當中我們就開始在這個底下開始布局 開始布局 長榮 全世界基本面最佳的海運股 本利比只有1.4倍 它殖利率44% 日本的海運股啊 那三大海運啊 川崎 日本遊船有沒有 他們合起來那個叫 代號叫ONE ONE 他們這一次的 這個 配息啊 一口氣掉了兩成 所以全世界 都在漲這個 馬斯基的股價 來到將近兩個月的新高 所以呢 這邊你要記得我跟大家講這個叫做結構分析喔 當台積電開始有點漲不上去的時候 來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這幾天的長榮 好 如果廣達 你可以賺兩成多 你不可能底部買的嘛 你一定是最近 過去這半個月一個月才覺得廣達開始衝啦 對不對 你去買它 那你現在把 廣達股票賣掉 如果廣達讓你賺兩成 或者三成 這個 這個位置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兩成到三成 你又有一個問題了 老師 要不要參加除息 那70塊 要賺嗎 我跟你賣一個關子 我跟你賣一個關子啦 你看到什麼 對 反正你就盯著我節目嘛 好朋友都回來 都回來看老師啦 都回來 我再講一個我不是死多頭也不是死空頭啊 對不對 我們前兩天 剛來這個公司的時候 一個上次的影片 還有人去刷我說我死空 我沒有 我就跟你講我是按照我的邏輯 這也是我 去領泰分析股市當中 最大的一個盲點 因為標普 這種國際股市的 這個技術線 我們依它的標準來做 這樣懂意思吧 但是 我已經跟大家分析得很清楚了 現在你要補償股第一個在這邊 長榮 所以 有海運股的話 說不定這一次 你會翻身喔 海運股你會翻身喔 特別你要靜下我所講的喔 靜下 結構再轉變 結構再轉變 來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生技股呢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NBI了 生技的銀行代表股 就是這一檔 我們先把幾檔的生技股來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生技股 我覺得蠻有機會啦 美食 而且投資朋友如果你長期看我節目都講過 生技股有四個轉折 4月 7月 11月 4月 7月11月 好你知道那你說4、5月為什麼沒有動 風采被 AI搶走了嗎 風采被搶走了 那如果AI下來的話 那美國NBI為什麼在動 生技股 這答案就是這樣子 所以生技股是有機會的 然後呢 這個拉回過了 有沒有這個拉回過了 有沒有 敘富 阿茲海默證 阿茲海默證 這個擺健 因為剛剛被討論而已 所以股價漲下去稍微整理一下 這是美國NBI生技股已經上去了 阿茲海默證的要 應該啦 因為 美國視頻腰管理還沒有宣布 那只是在討論當中而已 阿茲海默證的 但是它是基於股 都回檔過了 如果來到這邊我就不跟你講了 等到這邊就可以賣了 我跟你講 來再往下看 好 要啊要 5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我說實在 像這個股價 不用多啦 兩成三成 也夠有意思的 要夠有意思的 來再看一下 好那之前大家講說是你的空單 我說實在我空在這個區間 我沒有回補 我是回到這邊才回補的啦 一檔一檔啊 錯就錯 可是你不能補到最高點 這算什麼 是不是 那這爺的得偉 你看我們空在這附近 你看 結果你看破底 可是 這個過程當中 還是要被回補 為什麼 雖然沒有補在高點 但是還是要被回補 為什麼 因為他 他 除息嘛 農卷要回補嘛 這個都是可惜 不然就是真的大賺 所以 當然我們不能這樣講 亂七八翻多 就純粹講多 好 那 投資朋友要問 好我們就看這一檔 我們突然間跑出這一檔 他 硬啊 就跟小編講說 不然塞在最後一個好了 好啦塞在最後一個 好 所以 AI股當中能夠引導台灣股票市場的 除了伺服器 伺服器是沒話說 因為全世界 最大的伺服器的市場就是台灣 這沒有什麼 就是就在台灣 所以伺服器漲得有道理 只不過他 爆發那個啊 明年的事啊 沒有那麼好 還要經過今年到底 AI會不會被監管的問題 在科技股方面 回答 就引領了台積電 那台積電呢 就引領了台積電供應鏈 那台積電供應鏈當中 你注意聽喔 這個叫工業氣體 今年第一季 我們禮拜四月五月份先不講 今年第一季 台積電的供應鏈當中 只有這麼一檔 它的名字叫上品 製作工業氣體的 它不是電子股 我不知道你通不通 它不是電子股 當結構轉換的時候 也許這個不是電子股的 它是今年唯一第一季 EPS創歷史新高的 台積電 概念股台積電的供應鏈 因為它不是電子 它是做工業氣體的 還有金城 4768 今天連475的 30號漲停板 但大家選擇基本面最好的 我認為這裡是買點 我認為這裡是買點 好 那我們再把 再回過頭 我們再把 大家應該要知道 因為 微軟那些都沒什麼動了 這現在就美國的科技股的補償股啊 像這個 暗生媒啊 等等 有沒有那些的 或是革新 Grow function 那些再懂 Intel 昨天漲上了 所以 背貌才會稍微 還有漲了1%多 我們拿兩個 這個給大家看 我們看一下 NVDA 你看我們這裡 很好都可以馬上打 這個就是輝達 這個就是輝達 輝達的股價 也沒有過頭就開始整理啦 我們在AMD 輝達漲AMD 就拉回 AMD超微 看一下 就拉回了 所以它已經不是平均了 所以台積電 應該漲多要休息 台積電的供應鏈漲一波上來了 不要追 你看這個新民什麼 包括什麼一大堆 瑞雲啊什麼都 都下來了 應該是輝達金電的 可是還有沒有 漲到的台積電的供應鏈 基本面又一級棒 5月份 年增月增 雙成長 就是剛才我講的 台積電供應鏈的供應器體 這樣懂得意思嗎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 來 歡迎投資朋友 就以薪資 就以薪資 我們明天再推方案好了啦 因為我知道投資朋友有些真的很想我 你到我們的LINE去留言 還記得我們的LINE吧 我們LINE 我再拿給大家看一下吧 LINE 在這邊 LINE 在這邊 就這個LINE ID也在這邊 你可以掃描一下都可以 投資朋友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 就以薪資啦 投資朋友如果你 很打 記得 讓你是一個大亨 又發達 的投顧 電話在這邊 電話在那 我很想大家 歡迎投資朋友來留言 你要酸我 我也沒話說 畢竟 我說我是按照我的模式做的 我不是死空投辣 這樣懂得意思嗎 你看我們這個 從低廊漲上來的海運股長榮 開始賺錢喔 開始賺錢 他如果可以漲 兩倍 兩層三層 跟你做的廣達是一樣意思 可是你現在去追廣達 你的風險就來了 好 那我們 來看一下 希望投資朋友加入我們的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回饋專案的話 看一下好了啦 沒關係啦 升級 會費 那當然今天你第一天看 說老師 很久沒看你 就是 就要講講 好 沒關係啦 你先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會 這個 公司給我的時間是有限的啦 到月底而已啦 不過還是最主要是要 希望你能夠按讚 訂閱 跟分享 你有任何 想要跟我談話的 就留言吧 留言吧 不要客氣 那酸我的 那就酸吧 哈哈 畢竟我們前一段時間是做空的啦 少賺一些 可是我會補回來的 你擔心我什麼 我會也不用擔心 他們也沒有擔心啊 我說過嘛 沒有讓你賺到錢 我就一直幫你服務下去嘛 你跟我拼的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到處朋友了解 了解 好 那最後一樣 每次節目結束 都要跟大家講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們 明天見 本公司所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正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觀眾朋友請勿看節目 更單操作 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勿看